我们的文化中有很多怪物传说 古时候人们坚信这些怪奇生物是真实的 现在已经明白纯属虚构 但它们的故事仍旧让人毛骨悚然 西班牙艺术家布鲁诺桑托斯根据传说描 有了九种古老的怪物 每一种都能让你做噩梦 拉玛诺佩卢达 毛手 传说一名男 此在墨西哥受审判后被处死 他被分尸 埋进了印度古墓中 后来他的首复活 潜藏在黑暗里 专门躲在淘气小孩的床底下 并找机会抓住他们的脚踝 把他们拖到谁也不知道的地方 库巴克 这是古代杰克民间传说中的一种怪物 他看起来很像稻草人 还能发出出生婴儿般的哭声 引诱人们过去送死 巴克库什拉 幽灵精 这是一 巨大的幽灵般的鲸鱼骨架 身边有很多怪鸟齐鱼 他会趁着雨夜 出现在沿海的古鲸小渔村 恐吓渔民的同时 诅咒所有他发现的人 他的诅咒会带来饥荒 瘟疫 火灾和其他灾难 温迪哥 这是美洲印第安人传说中 饿饭兽人 普通人吃了人肉 就会变成这种怪物 露露手 这是日本神话中的生物 他白天看起来是普通 女性 到了晚上身体会睡着 脖子却伸长到难以想象的长度 她的头部可以自由移动 有时候还会喝人血 吃人肉 拉格瓜 马头哭 这是你家 拉瓜民间传说中的一种怪物 具有变形能力 他会变成长发美女引诱罪汉和不忠的男人 之后就会露出真面目 他对男人说的话非常可怕 会让人瞬间精神崩溃 拉罗娜 哭泣的女人 一名女子为了 报复丈夫 将自己的孩子扔进墨西哥河中溺死 然后自杀 他游荡的鬼魂每晚都会哭喊 我的孩子们 传说 中 孩子晚上出门会被他抓住 扔进水中溺亡 洛西腹 这是日本民间传说中 一只活了400年的巨型蜘蛛 他会幻化成美女 引诱年轻俊美的男人 接着把他们裹入网里吃掉 漫男林戈尔 这是菲律宾神话中类似 吸血鬼的生物 常以女性形象出现 但非常丑恶害人 他的上半身 下半身能够分离 在夜间挥动巨大的蝙蝠翅膀寻找受害者 从只吃帅哥的蜘蛛精 到给村庄带来灾难的幽灵精 人类的想象 真的很丰富 也许这些可怕的怪物会寄入你的梦中波浪福来源 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Radio streaming 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